你第一次看到比如说媒体对你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批评 然后包括观众有一些这种对你说 你怎么这样是什么时候 就印象最深的是从什么时候 就是那个冯小刚拍那个手机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那个我觉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友谊说一 我是严守一 让我们重新沟通 2003年冯小刚的喝水片手机上映 影片中友谊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 被认为是在影射崔永元 之后媒体采访崔永元 崔永元说冯小刚确实跟他交流过此事 但影片中复杂的情感关系却只字未提 他对手机的导向提出了质疑和不满 但后来崔永元说 一场电影的讨论被媒体描述成了 对冯小刚等人的人身攻击和泄丝粉 这件事情以后 崔永元对媒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忽然发现媒体不可信 因为我自己就是做媒体的 我觉得媒体是恪守底线的 是讲良心的 而且我们受的是这样的训练 我忽然发现媒体很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我特别失望的 说什么都都有 我就觉得这个社会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所以你看我其实我明白事挺晚的 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好复杂 根本不是说你一片赤诚就能面对的 还有一点 因为观众是一直很喜欢你的 所以你内心的承受能力其实是低的 对 因为咱们不是被骂出来的 对 咱们是一直被说好捧出来的 就鼓励出来的 对 对吧 对 承受非常低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线子垮了 我觉得就是世界观改变了 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多坏人 以前我可觉得都是好人 好人 有缺点的好人 个别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坏人 到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一半好人一半坏人 所以到现在你坐在我面前问我 我也不认为媒体对 我觉得从手机开始 我觉得他们是无耻的 无聊的 无趣的 到后来围绕着转基因 和他们的这些 多争 我都觉得他们有问题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 揣着明白装弧度 就是怎么 这样是更加让人来 愿意来看的 更心眼求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找错了人 因为我不是那么个人 我不是说穿错裤子 什么故意 这个变一副花样 然后让你们偷拍到 然后登出来 以提高自己知名度 然后让自己的出厂费暴涨 我不是这个圈里的人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所以你不用跟我玩这个 对吧 那是你们这个圈里玩的东西 我是一个职业记者 我对这个没兴趣 我对这个我对这个圈里来看